大家好,我们家庭在养殖红掌的时候,有的花友会发现,你的红掌会长出非常多的小侧子出来,而且这些侧子长不高,而且它这些花间叶片都长得不高,好像就把蜘蛛养得越矮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其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湿度不够而导致的,红掌是喜欢一个高湿的环境,如果湿度不够就会导致蜘蛛处于一个特别干旱的环境下,它有一个危机感就会基于繁衍后代,就会长出特别多的侧子出来,第二个原因就是温度过高导致的,温度过高的话就会导致蜘蛛长出非常多的侧子出来,但是温度过低又会导致蜘蛛会冻伤,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它适宜的一个生长温度,大概在15度到28度之间, 是比较适合它生长的一个温度,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光照过强而导致的,光照过强也会导致蜘蛛长出非常多的侧子出来,而且会导致它的汁液特别的矮小,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缺肥而导致的,红掌其实因为它开花时间特别长,水是特别洗肥的,如果没有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的话,它就会越长越矮小,所以了解了这四个原因之后,我们后期的解决办法就非常简单,为了避免它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养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给它经常喷洒水污来增加空气湿度,而且呢,一定要把它放置一个比较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环境,不能够光照过强,而且温度一定要合适,不能够过高也不能过低,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补肥了, 那么我们怎么补肥呢?补肥的话,大家刚开始可以给它用上一点这种洗酸植物性有进养液来给它补酸,补肥,补充一部分的蛋肥和磷甲肥 那么等到它要抽荐呢,像这种要抽荐开花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给它补充磷甲肥 磷甲肥的话可以使用花多多二号,这花多多二号啊,西施1000倍,然后呢,给它灌根,在这里注意大家不要喷叶,因为它喷叶的吸收效果是不好的,这样子给它补肥,这个汁叶的话呢,就是尽快的抽出来,然后呢,长得比较高比较壮了, 所以红涨之所以会长出这么多的侧值,长得特别的矮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原因导致大家养护的过程中的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了,而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我们下期见